嗯! Tepa Fuming 大家好,我是王狗 那我們今天呢就是要來做 蘋果派 對沒有啦,我不會做蘋果派 我們今天呢要來做的是 半夜削蘋果 為什麼我會選擇今天挑戰這個呢? 因為今天的空氣特別的安靜 就覺得很適合挑戰 不是那麼動態 就需要氣氛的都市傳說 這個都市傳說的玩法其實非常的簡單 削它 連貫的 把它削成一條 據說你就會在鏡子裡面看到你外來的老公 或是老婆 但是它有一個重點 如果你削到一半 你把它削斷的話 據說會發生不好的事情 那就是因為這一點 所以我覺得 這個都市傳說又會讓我感覺很矛盾 就是希望發生一些什麼事情這樣子 我也不會故意把它削斷啦 我削蘋果的技術很爛 所以我會努力的把它削完 過了所以算是一個 成就 我這輩子還沒有連貫的削斷蘋果 OK,那我們 佈置一下午夜的來臨 我們就開始挑戰吧 我這裡一定要打一個小圓燈 不像之前是大蠟燭 這個都是小蠟燭 比較看不到 對,然後我這裡 家裡才是攝影機 對,它就是會這樣子 拍我這邊的狀況 看會發生什麼奇怪的現象 OK,那現在撐差不多五分鐘 佈置好了 我們就等吧 OK,現在十二點了 來吧 我不行這樣擺 強迫症的人會覺得不舒服 好,開始吧 真的就像我講的 我覺得今天的空氣真的很 安靜 未婚期我來了 你們剛好有聽到聲音嗎 你們剛好有聽到聲音嗎 有抖一聲 你們看這個蠟燭 好像羅馬鞋塔 他是鞋的耶 比擦鞋塔 有點緊張 今天的空氣 還有一個重點 如果你削到一半 你把它削斷的話 據說會發生不好的事情 今天的空氣 不好意思 我削斷了 所以會發生不好的事嗎 好像也還沒有 那我們繼續 那我們繼續把它削完唄 削完看看 搞不好不好的事是 等一下才會發生 對 我的相機自己 跳完看看 搞不好不好的事是 等一下才會發生 對 我的相機自己 暫停 錄影 給你們看一下 停掉了 不知道他會不會錄到什麼 不知道他會錄到什麼 我先重擺 我是講真的 我的GoPro他不會自己停 很少 至少我的是這樣子 我繼續把它削完 畢竟斷一半 也沒辦法吃嘛 有點餓 我先削完看看會不會看到什麼 好了我削完了 有看到什麼嗎 有嗎 我也沒有看到什麼 也沒有什麼事 都很正常 沒有什麼不好的事 錄影自己暫停 就這樣而已 所以我覺得 對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還好 所以我覺得 對 也有可能是我玩太多 所以我沒有什麼感覺 沒關係 那我們等一下 後續趕快再講吧 Bye 好吃 你一定會想說 為什麼我要拿蘋果對不對 因為既然我手才不會一直動 我從剛剛收拾東西 然後到西南路 都沒有發生什麼不好吃 其實我唯一兩次就是 不能集體關掉 因為很多人說 我泰國帶回來一致 我在想會不會是 那個東西已經離開我這裡了 我當時還蠻隱旧 在玩這個都市傳說的氣氛 OK 很多人會問我說 這個都市傳說到底是真的還是假 這個我沒有辦法評論 就包括 我之前沒有遇到是 的都市傳說 有可能別人會遇得到 也可能別人會遇不到 體質 召喚方式 或是剛好 你那一天運氣好不好 什麼的 我覺得都有可能 對喔 如果喜歡YouTube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分享 按喜歡 謝謝大家我是王狗 掰